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编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城市 它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黑马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直追重庆和杭州 它也是我国腹地最大的城市 这就是武汉 在6000年前武汉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目前这座城市极其繁荣发展迅速 是我们国家极其重视的城市之一 武汉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1000万亿 杭州为1050.49亿元 而重庆为2万亿 从数据上来看 武汉还是很有潜力的 在2016年时 武汉被我国列为超大城市 并且我国对武汉的发展极其看重 扶持它快速地进城经济中心 武汉还是中国很有名气的旅游城市 当地有三个围级景区和众多古代遗址建筑 当地还有独特的楚文化 因此每年也有很多中外游客来武汉游玩 当地的旅游服务设施也很完善 武汉有87家新级酒店 只是五新级酒店就多达14个 武汉的占地面积为8494平方公里 当地人口有1000万以上 武汉境内多河流水域 因此它也被称为是百湖之城 当地有98所高等院校 仅次于北京 因此当地的科研教育水平很高 在校学生人数全世界第一 小伙伴们想去武汉玩一玩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想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 以及关注哦